很爱圣灵的工作 他已经在做事了 有没有人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他的同在 感觉到他的同在真的很好 很棒 有两件事我是为这两件事而活着的 让人得适合 让人得适合 看来很明显 好漂亮啊 很明显 拍一下 姿勾 拍照吧 姿勢一下 用一个非常谦卑的自信 我觉得今天准备 今天的讲道有困难 每次我去祈祷 我感觉神祈祷 没有任何 有时作为一个讲道的人 这个会令我很紧张 因为你不想星期日上到你台 就不断随便说些东西 但是每次我都感觉到 圣灵跟我说 Ryan 你只要靠着我 依靠我 今早我只是想跟着圣灵 我想让人得释放 还有我想带人 去做一个更深 去经历自由 有多少人想经历 更多在耶稣里面的自由 我们每个人都有更远的路去走 其实我们在基督里面 已经拥有了 但是我在现在这一刻里面 我想经历更多这个自由 这个完全的自由 是在恐惧里面有自由 完全是从这些 折磨里面有自由出来 在疾病中有自由 不会有缺乏的 不会再犯罪的 一个完整的自由 神的自由 而是真理 它令到我们得自由 我感觉到圣灵 现在是追着那些 大话不放 不能让它走 所以那些大话 在我们心里面 就像割落头 所有那些大话 是敌党神的国 敌党神已经完全了的工作 因为当那些大话 还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 圣灵和耶稣 很难去充满我们的心 但是当耶稣基督 充满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 那些大话 就很难再进来 我们的心里面 阿们 很多人都说 我要追随圣结 他们想为一个 非常圣灵的生命 很多时候 他们生命的目标 就是看着 我要圣结 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教会的网子 说我们在一间教会 去追求神的圣结 好像很圣结 很宗教化 但是我们说 不要只追随圣结 但我们要追着基督 祂是你的圣结 当基督充满你的心的时候 你的心就会很圣结 其实一个不绝症的心 其实是 就是一个心里面 有其他的杂质在里面 它的信心 是放在其他东西上 A holy heart A holy heart is a heart that is set apart to Christ Amen 一个圣结的心 是圆圆全全 我为基督 都会分别出来的 A pure heart A pure heart is a heart that trusts only in Christ 一个 纯热的心 是正 是相信耶稣的 很多人相信 Oh you've got sin in your heart so you've got an impure heart 很多人相信 你心里面有罪 所以你一个 不圣结的心 that is not true 这个是不对的 That's not true 不对啊 An impure heart is a heart that trusts in other things 不圣结的心 就是一个 不圆 不圣结的心 就是当你的信 是放在其他东西上 It's a heart that puts confidence and faith and hope in other things 不圣结的心 是将你的信心 去放在其他东西 but a pure heart and a holy heart is a heart that only trusts in Jesus Christ 一个圣结 和圣结的心 是正 去将他的自信 放在耶稣基督里面 and sometimes the greatest challenge to us is to get ourself out of our heart and to let Jesus fill our heart 其实呢 有时最大的困难 就是将我们自己 这个自我 去拿走 而将我们的信心 是放在耶稣里面 religion is where we fill our hearts and not jesus 这个宗教 是发生 是我们 我们自己 充满自己的心 不是被耶稣 充满我们的心 because we are putting trust in our own performance to be righteous 因为宗教 就是我们 我们将 我们的信心 把我们的行为 表现上面 而不是让基督 去将我们的生命 instead of putting all of our faith and our hope and our trust in Christ to make us righteous amen 而不是将我们的信心 是放在耶稣里面 等他令到我们去圣结 so pursue Christ 所以你要追求基督 and I believe the word of the Lord to us in this time is let Christ fill your heart soy我觉得 今天的话语 就是要将基督 来充满我们的心 let Christ dwell in your heart 被基督 去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and there won't be a place for religion 这样就不会再有 宗教在我们的心里面 去发生 基督如何充满我们的心 throw faith 透过信心 there's nothing else you can do to get Christ in your heart 没有其他东西 你可以做 去将基督 摆在你心里面 it's not your holy good performance that gets Christ to fill your heart 不是你做了些什么 这么好的事 可以令到基督 去充满你的心 it is simply and only and always faith 是正是唯一 是透过信心 the righteous shall live by faith 所有那些信 以人 是凭着信心而活的 the righteous shall live by faith only in Christ 我们是恩信清义 而在基督里面去清义 Amen Amen When Jesus You're preaching better than I am When Jesus said be holy No wait 等一等一等 In Matthew chapter 5 verse 20 在这个 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 Jesus said For I tell you unless your righteousness exceeds that of the scribes and the Pharisees you will never enter the kingdom of heaven In Chinese 是的 在这个章节里面 他就说 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义 若不胜过于民事 和法理财人的义的话 那你一定进入不了天国了 进入不了神的国了 但是如果我们的义呢 如果是不可以高过那些法理财人 那我们其实进入不了神的国 所以很多教会 将这一件事 是变成了我们这个 很宗教化的努力 去做 如何去清义 他们就说 来吧 我们要做更多的事 令到自己去 自己做的事 是好的法理财人 等到我们可以清义 那些法理财人 走来走去 真的好像 那个样子是很清义的 但是呢 你知不知道 他们没有做那些 他们说他们有做的事 就算耶稣 都是说 你只是做他 叫你做的事 但是不要做他做的事 所以我们要 多么努力 才可以做到 比法理财人更好的事 因为我告诉你 这个世上 有很多人 是真的 很努力 可能呢 你也都相信了 这个谈话 你也都 很努力 去做一些事 但是呢 圣经告诉我们 只有一个办法 我们的义 可以高 过法理财人 那这个呢 就是 当你去 接受神的义 你要接受神的义 是一个礼物 对 没有其他办法 如果你相信 自己 做的事 自义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 可以进入神的国 但是当你接受神的义 的时候 你的义 自自然 是立即高 过法理财人的义 那其实什么是义 什么为称义 成为义人 就是我们 是跟神一样 是完全的 变成完全的 那你其实 在自己里面 有多么正义 多么公义呢 所有那些 尝试 有一个义 是高那些 法理财人的 你们的义 是有多高呢 你是否完完全全 完美 好像神一样 那样呢 但是 有些人觉得 可能我都差 那些 圣经说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 一个都没有 但是 很多人 觉得 他是 例外 但是 所有这些 思想 全部都是 宗教化的 谎话的 欺骗来的 谎话 这个谎话 阻止耶稣 去充满我们的心 所以 我们现在 要揭开 所有这些谎话 真理可以 活在我们的心里面 因为是真理 才可以 令我们得释放 如果我们听到 真理的时候 这个信心 如何来呢 信心 是由 听见神的 道尔来的 所以你不可以 强行 令到你 自己有信心 你要听到 神 关于神的 真理 你要听到 这个真理 就是神里面的 义 不是我们 做一些 不是一个 奖赏 而是一个 礼物 神的义 不是一个 奖赏 是 完全全 一定是 一个 礼物 我们如何 去接受 这个礼物 就是 透过信心 不是透过 我们做些什么 我们不是做些什么 去拿这个 称义 我们做事 永远都做得不够 去赚取 他的义 永远 这个都是一个礼物 当你的生命 变成 清义 的时候 这个简单来说 是 这个 神的义 在你生命里面 结出来的果子 神永远 都不会因为 我们的义 觉得 挺好 他不会因为 我们的 质疑 而感到 好像做得挺好 他不会这样 觉得 其实 只有两种 的义 只有两种 第一 是你的 质疑 第二 是神的义 你觉得 哪一种的义 可以令你 可以进入神的国 你想靠着 哪一种的义 去进入神的国 你想不想把信心 放在你自己 所做的 自义 里面 还是你想 每一日 每个时刻 都是走在神 赐给你 这个义 里面 我们最大的考验 就是我们每次跌到 之后 那一刻 我们又走回 我们自义 的里面 然后我们尝试 做很多事 我要跟神 对 做很多事 去令自己的 内疚 去拿走 然后我们尝试 祈祷 跟人说 我犯了罪 对不起 神 做很多事 尝试 去拿走 我们的罪 and people have turned confession repentance and cleansing into a sacrificial offering 那很多人 将 这个 凝聚悔改 这几样东西 结症 去成为 我们 成为假的宪制 to pay for their forgiveness 他好像 给钱 去买了 这个 有些人 你还不知道 什么我说 你明白我说什么 不明白 如果我可以 令你更加内疚 我越有能力 去控制你 如果我可以 令你够内疚 的话 我可以 令你做 更多的事 去令你 觉得 好受一点 因为你会 做很多事 去拿走 你心里面的内疚 然后你会 觉得 做这么多事 神实很开心 但是圣经 就说 这个是 宗教 是一个死 的行为 No The righteous shall live by faith 圣经 说 所有的 义人 是靠着 信心 而活 我们为神 做的事 不是因为 内疚而做的 我们不是做这些东西 他说 神 我献 祝祭 给你 我们做 这些东西 是因为 神 充满了 我们 因为 他们 驱选 我们 去做 一些东西 因为 这个 永恒 已经在我们 心里 搞定了 我们做 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 心 已经 得 自由 We're doing them because we don't have to do them 我们 做 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 不需要 去做 他们 Amen Amen You don't have to serve God I don't have to serve God and yet I just have to I don't have to read my Bible yet I just have I don't have to I don't to any of you I don't have to love any I don't of you what's the next one and yet have to 但是 我想 我要 because his love fills my heart because 他的 爱 充 满 我的 心 耶稣基督 这个人 充满了 我的心 我不是做任何东西 去赚取神的任何东西 耶稣已经给了所有东西 我了 圣经说我已经在基督里成为一个完全 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是有完整的了 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是备受祝福所有的祝福已经是我们的了 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东西去赚取神的祝福 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东西去赚取神的爱 你不可以赚取这个救赎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你不可以赚取神的 耶稣基督 你不可以赚取神的 耶稣基督 你不可以赚取神的 去驱使你去做一些东西呢 我们 我们在这里说的是 如何去拿走这个宗教 我们是一个 我们想成为一个 没有宗教的一个群体 我们不喜欢宗教 但是很不幸的时候 就是很多教会是很宗教化 很多人也都很宗教化 然后他们成为一些很怪的基督徒 一些宗教化的人就其实很怪 我不喜欢去群在一些很宗教化的人 因为他们很怪 然后他们会做很多宗教化的事 想你觉得他们很厉害 想你跟他们说 哇 你很圣洁啊 你很火热啊 我肯定是很厉害的 我肯定是很厉害的 我想说这件事 你不需要为基督而哭 你不需要因为哭而告诉其他人 你心里面有很多爱 你做回自己 只能让他感动你的心 当神感动你的心 那你就会哭 当神感动你的心 当神感动你的心 我觉得很厉害的 看到这些人就 我很爱人 也都对他们很有怜悯 但我很不喜欢宗教 因为这个令到一些人很怪 而宗教阻止他们活在基督里面的完全 这个地球上最捆绑的一些人 就是宗教反应 因为他们为耶稣 好像是做很多东西 在这个新药里面 最大的一个题目 就是休息 因为耶稣已经做了所有要做的事 然后他说 已经完成了 现在你进入我的休息 希伯来诗三章就说 你进入神基督的休息里面 你就不需要再去工作 所以我不是为神去做任何事 但我做了很多很伟大的事 是为着耶稣 很大的分别 这些伟大的事 神已经是为我们所有人预备 我们做的事是因着我们的不信 great works come out of faith 就是伟大的事是因着信心而出来 非常重要的分别 非常重要的分别 神叫我带这本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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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挺好的书来的 蓝色的 阿sher 我的小小子是传统的 他的儿子 我好知知识 这本书是说 这个恩典最清楚的信息 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个哥林多后书5章21字 好了一起读 神使那无罪的 带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所以是不是很笨 我们将我们的罪给神 他就给他的义给我们 很棒啊 好笨啊 好笨啊 好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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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个很棒的 如果你想想想看 那是一个很棒的事 哇好划算啊 这个罗马书五章十七次 就说我们在生命里面掌权 是因着神的义 所以这些宗教化的人 不会在生命里面掌权 因为他们不是走在神的 这个义和恩典里面 他们走在自己做的事 和这个自义里面 而我们在这里释放那些秘老的人 很多人是因为这个教导而得释放 因为这间教会 因为你们每一个人 阿们 我想说的一点 我们不是成为 义的一个形态 或者一种的义 我们已经成为 唯一那个神的义 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义 你们知不知道 其实你拥有那个义 是跟神的义是一样的 所以你的义 在神里面 是一个完全完美的义 罗马书五章说 我们已经被称义 所以我们完全已经被改造 成为新的人 是因着神的义 所以你的一部分 是神的义 在你新造的人里面 你分不开你自己 和神的义 已经重新给祂的义 已经重新掃造了你 这个新造的人 所以 所以你 没有可能 成为一个 不轻易的人 在你重新了 这个生命之后 没有一刻 你不是不轻易的 但Ryan you don't know me I mean you didn't see the kind of weak guy head 然后你说Ryan 但你不认识我 你都不知道我 今个礼拜发生什么事 You haven't seen the things I've done 你都没见过 我所做的那些义 你想告诉我 that even after all those things I am still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and Christ Jesus 你想告诉我 我做了这些 什么义 义 之后 我仍然是 神的义 Absolutely 100% of course 100% 完完全全 是呀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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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Walking in righteousness 所有的时间 都是走在神的义里 Your highest highs and your lowest lows 最高的点 最低的时候 Walking and trusting and resting in the gift of righteousness 要走着 信着的时候 都是走着在祂的义里 因着祂的义以 去将自己 是可以拉近 和爸爸拉近 圣经说 如果你的心 不去 扎避你的时候 你有那个信心 可以去到神的面前 为什么你的心 会扎避你呢 因为你生命里面有罪 不错 因为我们所有人 都有罪的 但是有些人 不会活在 这个责备里面 但其他人也会 其实有什么分别呢 因为就是有些人 将他的信心 放在神的义里面 其他人 将信心 放在他的 至义里面 所以 如何令到你的心 不再责备你呢 就是你要将你的信心 放在神的义里面 所以这个罗马书8章就说 在基督里面 再没有这个责备 就是在基督里面的人 所以在神的面前 我们可以很有信心地 走在他面前 每一刻 每日 都是这样 阿们 阿们 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地 知道这个信息 我们是100% 在神的面前 在清义 在所有的时间 都是 不是95% 另外那5% 你做些东西 我犯了最后 之前100% 现在50% 不是啊 全时间都100% 做了好东西 100% 做了坏东西 都是100% 做了好坏东西 都是100% 完完全全 所有时间 都是100% 完完全全 我们都有信心 去走到他面前 完完全全 所有时间 都是 走在他的灵里面 所有时间 都是 活在基督里面 让他冲满我们 我们的心 正是 将我们的信心 放在他里面 阿们 这是新药的 认罪悔改 耶稣是 那个完全的 献祭 你的认罪悔改 也都不可以 买到 你 回到神 那条路 宗教告诉你 你要他这样做 因为是 因着这个旧药 而去 这个旧药的 旧药的版本 就是你要 献祭 每次犯罪 都要献祭 才可以再次 称义 但在新药里面 我们的 献祭 已经是基督 所以我们 认罪悔改 是 因着基督 我们的 悔改 是基督 所以你是一个 新造的 信徒 而你去犯罪 在这个旧药里面 说 神 我是一个罪人 我承认我的罪 在新药里面 你说 是啊 你是我的 救主 我承认你 我承认你 令到我 清义 我承认 我是神的义 我承认你 你已经 赦变了我的罪 我们的悔改 是 不再去做一些 去清义 而去 因着基督 我们的悔改 不是 在地上 爬 爬回到耶稣 这个悔改 是改变我们的思想 是说 我不再相信 自己的自义 我回去相信 祂的义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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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信息 会令到你得自由 这个信息 会改变你的生命 其实 我只得 一样东西 要讲 我们就完蛋了 我感觉到 神想我讲一些 关于我们的 自我价值 我感觉到 我感觉到 敌人 是想偷取 你们的自我价值 让你们感觉到 让你们觉得自己 很无用 觉得自己很坏 觉得自己完全无用 这个敌人 很想你相信自己是无用的 如果你相信这个谈话的时候 然后你去到所有的地方 你都会去将这个信息 发放给其他人 我没有用的 所有你做的事 都会有这个信息 去带出来 在你生命里面 会显出 我没有用的 我想今早告诉你 这个真的是一个 很大的谈话 如果你是相信 将你的自信 放在你自己的 自意里面 那是 你真的没什么用 就算是这样 你也不是无用 因为耶稣 已经是十字架上 为你钉死 因为祂爱世界 因为祂爱你 当你走出这个黑暗 而进入神的国的时候 因着信基督 你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你一个新的身份 你成为神的子女 你成为这个贵族 你真的成为君尊贵族 你是成为了神的国度 一份子 而耶稣是那个王 我们是一个君尊的祭司 因为你的价值 不是因着你做的事 你的价值永远都不会因为 是你所做的事 或者你有的事 有没有人去将你自己的价值 是放在你有的事 和你做的事 或者你的样子是什么 这个对他来说没什么问题 I'm secure in Christ I don't have to look good but I have to look good Losing it now 说笑 Oh man All right It is fun to preach 说到很有趣 Value is not in what you do or what you have 你的价值 不是因着你有些什么 或者你做些什么 Your value is in where you are 你的价值 是你在哪里 你是同神坐着 在祂的国里面 你和基督已经成为一体 你和基督已经结合了 所有基督里面的价值 已经在你里面 当你把自己的价值 降低的时候 你其实是在降低基督的价值 当你的口说自己是 没有用 没有价值的时候 其实你是在说谎 因为你不是活着 在你真正的身份 你不是在口里说出 你真正的身份是谁 在基督里面 已经成为完全 你在基督里面 是完全 你在基督里面 有一个很正的价值 明白吗 不要让敌人 去拿走你自己的价值 自磨价值 不要让任何人去拿走 停止 现在要停 你要站在真理上面 要站在你真正的身份里面 不要是很被动的 真的 真的 完了 不要在你真正的身份里面 被动 不要因着被动 而去被这个敌人 去偷走你 在基督里面 真正的身份 你是神的 你已经被造成完全 你已经是无罪 已经是白个雪 你是圣洁的 你有神的思想 你是一个新造的人 你不是一个乞丝 你不是一条虫 你是神的 子女 你是有完全的价值 可以我得到一个好的 好大声的 我们大家起床 我们不如 闭上眼 知道圣灵 刚才已经和某些人 在说话 有些人真的很需要听 刚才说的 我相信今天就好像 种子那样 将这个信息种在 你们的心里面 圣灵 我祷告 今个礼拜 这个种子 种在他们的心里面 就会成长 就算是第一种种子 第一句 他记得的时候 他需要听那句 把那种种子 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成长 你不需要再被人 被人偷舍 你不需要再活在这个 经常都被人打败的状况下 你不需要再去容忍 再多一天 被人抢劫 你不需要再去容忍 多一天的失败 今天是你胜过的一天 今天神将你得胜放 今天你要得到这个 啟示去知道耶稣是谁 今天耶稣可以充满你的心 让所有其他的东西 在你心里面 生命里面 也都没有位置 在其他东西 今天将你的眼睛 望向耶稣 祂是你的胜利 祂是你的突破 祂是你脑里面 心里面的平安 祂是你的价值 祂是你的价值 祂是你的义 祂是你的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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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是你的生命 今朝耶稣 我们说 我们的信心在你里面 我们悔改 我们要悔改的东西 我们再走在自己的自我里面 我们转向你 每次我们发现自己去转向其他东西的时候 我们再次去将自己转向你 所以等一段时间之后 就算我们真的跌到 我们仍然是转向你 我们的眼睛仍然是定睁在你身上 我们越多定睁在他身上 神的身上 我们也更多是可以胜过 胜过所有的困难 谢谢耶稣 多谢耶稣 你给我们可以得胜 多谢在你里面我们有得胜 多谢我们所有的敌人 已经被我们踩住了 耶稣 圣灵啊 你现在将我们的信心去提升 我们的信心是来自你的耶稣 我们的信心是在你里面的时候 主要求你将它提升 等到这个信心是可以改变 我们生命的每一部分 主要求我们现在去接受你的信心 让我们可以走在基督的信心里面 不是被人吓怕 我们不会因着惊而退后 我们是一群会站在那里的人 为神站立的人 我们是会抓住神 抓住我们的那些东西 主要我们在你里面 我们抓住你给我们的产业 这个胆量和勇敢 我们不会再被人偷窃 奉耶稣基督的命 奉耶稣基督的命 在 Jesus name 在 Jesus name